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中部提高 进一步让眼睛更圆 最后用染眉膏将眉毛染成浅蓝色 遮瑕辅助修饰眉形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只二号 啊不 是得到一只黑子了 黄赖大概是六人组当中最白的 所以这里换了一个底妆色号 眼部最后也进行修饰的提亮 还是用棕色的修柔画出眼部轮廓 同时将眉形画出 在眉头处用刷子上剩余的粉带出鼻影 黄色的染眉膏配浅棕色的眼影 将眉毛最终完整地画出 眼线部分用黑色眼线叶笔画上上眼线 眼尾处向上调 下眼线画后四分之三处 尽量细且中间部分贴合眼形 棕色的眼线叶笔画出下来双线 中间扣出一点点 吃货子圆的眉毛相对来说也比较细长 画好眉头部分再压得重一点 它稍微有一点死于眼 所以在进行基础的眼部修容器调整后 眼妆方面先贴上一个蕾丝双眼皮贴 强行假霜 黑色的眼线叶笔画出基本睫毛线 然后用棕色眼线叶相连画眼尾部分 贴着蕾丝双眼皮贴的上方 用棕色眼线叶笔画出假霜 眼尾处向后压 下眼线用棕色眼线叶笔画出 在后方向下压 带出弧线在眼尾处收回 同时在一条细细的下眼线画出死于眼的效果 最后整体修饰一下眼线部分就OK了 赤对的眼睛的修容部分基本上和黄赖同学的差不多 眉毛部分用红色的染眉膏染色 之后用小刷子沾取染眉膏 将眉毛的前后部分完成地画出 上眼线用黑色的眼线叶笔画出内眼线 棕色的眼线叶进行上眼线的延伸 上条角度略低 但拉长的部分大约是六人钟最长的 但也请不要超过眼尾 下眼线整体用棕色眼线叶笔画出 自眼睛三分之二处向上调 与下眼线平行空出一点距离调整眼形 下眼线整体长度不超过上眼线 最后用棕色眼线叶笔画出假霜 整体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绿间的眉形呢比较平 进行好眼部阴影修容后 用棕色画出眉毛的整体走向 之后用刷子沾取深绿色的染眉膏画出眉形 因为庄阳慕用买深绿色和紫色的染眉膏 所以紫园和绿间都是用原色染眉膏调色出来的 如果平时不太想买太多的染眉膏 可以常备红黄蓝白棕五种颜色 基本上无论什么角色的眉毛都可以搞定了 虽然绿间戴眼睛 眼线也要画出 黑色的眼线叶画出上眼线 眼尾上调角度略大 下眼线用黑色打底棕色做调整 最后也用棕色的眼线叶笔画出假霜即可 清风的肤色比较深 打底时就选用了小麦色的粉底 在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更适合的色号 在修容的时候需要选择更深的色号 进行眉眼和鼻影的加深 清风的眉毛比较细 换眉毛的时候要配合小刷子 一起将眉形修整好 整体用黑色的眼线叶画上眼线及下眼线 上眼线眼尾处略微上条 下眼线自眼后五分之四处向回收 最后用棕色的眼线叶笔画出假霜就OK了 想要掌握更多的使用技能 了解更多好玩的知识 欢迎订阅次元光线官方频道 跟我们一起来 扭扭吧